嗨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我們現在學校最常使用的手動胸章機 那我今天來跟各位教學我們手動胸章機的使用方式 那首先呢,我們先準備我們已經印刷完成的胸章的紙 那我們會用裁圓機來做裁切 當然我們沒有裁圓機,我們可以用手、剪刀,將我們的圓裁下來 裁圓機的好處就是,你看,這樣子,直接完成 完成一張,有沒有,那我們再一次,很快喔 看好囉,對好,壓,然後兩張,這樣就完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做胸章 那接下來呢,我來跟各位介紹我們來做我們的五八胸章別針的部分 那首先呢,準備好我們剛才的剪裁的紙,以及透明片 還有我們的背蓋,我們的鐵片 首先呢,將A模推過來,推過來 將鐵片放上去,紙放上去,透明模放上去 那我們將A模推過去,推過來囉 好,那我們準備好我們別針 這是我們的荷蘭針,放上去我們的B模 那接下來我們就將A模下壓 下壓 它就上去了,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模具就上去 然後B模再下壓 然後胸章就完成 我們非常快 這就是我們荷蘭針 那我再做一個給各位看 那我們呢,接下來來做一個我們的開瓶器鑰匙圈 一樣,準備好我們的紙張 透明片,鐵片,一樣放上去 把A模,紙張,透明片,擺好 擺好,推過去 那我們這次呢,開瓶器鑰匙圈不一樣 有沒有,它後面是開瓶器 一樣把它擺上去,擺上這邊位置 然後一樣,下壓 下壓 好,完成 有沒有,開瓶器鑰匙圈 那當然啦,我們鑰匙圈都要再扣上去 扣上去就像這樣 它就有開瓶器功能 對,那這就是我們胸張機的製作過程 我們剛才已經教學了我們胸張機的製作過程 但各位一定會問說,我們只有這樣的尺寸嗎 我們只有58mm尺寸嗎 答案是不不的喔 我們有各種尺寸 像我們接下來呢,這個是我們44mm的尺寸 那我們更換胸張機呢,基本上我們只要換它的模具 它模具呢,是可以直接拆取 有沒有,我們就將A模具 裝上去A的地方 那B模具 裝上去B的地方 那再來上面呢,也是直接拆掉 拆掉之後,裝上去我們這個模具 那基本上呢,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不一樣的尺寸了喔 我們基本上呢,有四五種我們的胸張尺寸 這樣就裝上去 那上面呢,再拆掉換除就可以了喔 那製原機呢,一樣 也有依我們58mm的就有58mm的製原機 44mm就有44mm的製原機 所以呢,想要了解製作胸張機呢 趕快跟我們聯絡喔 insolene